因为关注孙安佐案件发展,李文今天当起狗仔替网友追新闻。 资料照,记者胡顺祥社,记者林南谷台北报道, 迪英,孙鹏18岁独子孙安佐在美国扬言攻击学校遭逮捕, 今天凌晨2点已于宾州达拉瓦军法院开庭, 李敖章女李文当起狗仔,观察台湾媒体采访情况。 李文关注孙安佐案情发展,他一度以为可以看到中天, 东森新闻报道,可是我一打开电视,竟然两家电视没播新闻, 是在放重播,他胡一奈闷,那东森和中天付了驻美记者的钱干了呢? 李文趁机也与了一下台湾媒体,翻射自李文脸书, 尽管如此,李文松了一口气说,还好我是纽约时间, 我来帮忙大家看看现在的Trix of Hill新闻吧。 他透露所在地有四家在地新闻媒体, 分别是CBSP Haley, NBC10, Fox29和6ABC, 我的电视只能看到纽约和旧金山的电视, 所以现在只能看网络新闻, 当场李文还当喜狗仔, 透露待会会跟大家报道, 随后又补了一句,台湾的媒体好像全部睡觉了。 会员成了一个宫带颜的藏带颜某, 并且在摩擦预论中, 并且公路红带预言之后, 所以我们先做这个移来的情况,